斯里兰卡正面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几个星期以来示威活动遍地开花 当地时间9号反政府人士跟政府支持者 爆发了激烈冲突 目前传出至少5人死亡 189人受伤 还有一名执政党国会议员开枪打死了两人 被群众追捕的时候引誕身亡 示威者冲破警方封锁线 斯里兰卡反政府示威持续升级 群众砸毁巴士 就连官员的坐车也被翻了过来 官邸同样成为泄愤的目标 群众不仅丢食石块杂物 跟纵火焚烧官员住宅 示威者还包围总统府 见到反对派领袖先生也不赏脸 群众一勇而上 吓得他赶紧上车落荒而逃 车辆回转时撞到两名男子 示威者情绪再度沸腾 反政府人士与政府支持者 在首都可伦波爆发激烈冲突 一名执政党国会议员遭群众拦下 没想到他禁朝示威者开枪 造成两人死亡 后来被追捕时引誕身亡 外汇见底 物件飙涨等问题接踵而来 示威活动持续好几个星期 眼见民众怒火一发不可收拾 总理拉贾帕克萨9号突然向他的包地总统 哥塔巴耶递交辞呈 期盼内阁组成联合政府终结纷争 不过外媒分析 总理请辞是希望保住包地的政权 延续家族政治 无论谁当家经济问题不解决 恐怕都无法平息民怨 陈伟人编译